要讲啥东西就讲透了 今天是我们化妆水护肤系列第二集纠正 你错了十多年的误区 几人真听讲某某说 化妆水涂抹之后一定要均匀拍拔 直直吸收再涂抹乳霜 我,白白眼某某说 敷完面膜之后的面膜精华可以充分按摩 直直干燥之后再洗脸或者不洗 我,白白眼睛大人是想纠正你们一些无马无区 化妆水、喷雾、精华水、面膜这些带有水的护肤品 到底要不要拍到吸收之后再涂下一层 将书颖最近分享了一组护肤理论 大人觉得很值得借鉴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将是护肤技巧 第一波,先敷一张面膜 第二波,拿下面膜就很快涂一层护肤油、乳液或者是油软的面霜 第三步,后续在护肤的时候可以先洗脸不用洁面产品 保证油脂不会全部被洗掉 然后使用一定量的化妆水 第四步,涂抹大大很多次化妆水 保证脚趾曾长时间浸透浸湿 第五步,在皮肤水分还没有完全蒸发干的时候 就紧接着涂抹上乳霜或者是面霜油脂 他的化妆师这么说 干性皮肤需要时刻保持油油的状态 有干液的护肤建议就是不一样 以后有任何问题 咨询本大人就好了 油性,混油性皮肤型油腻 可以尝试着化妆水没干之前立刻涂抹 不害油脂 但是保湿效果很好的乳液或是这里 给你们总结文章中指一定 不要等到化妆水都拍干了 干透了再去进行下一步 否则你 都化妆水和面膜基本就和没用过一样 这个理论是大人在上一次 业内大咖的课那时候听到的 为了查找护肤理论的证据 大人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 我们还是回到表皮 真皮 基底层这块来讲 我们涂抹护肤产品 并不是单纯只停留在表皮 他们会通过几种途径进入的角质层 步骤如下 机器线角质层分配 通过角质层转运 角质层向活性表皮分配 表皮向真皮分配 真皮毛细血管循环分布 流量约0.05毫升每m by n cm 也就是说 护肤品如果是被角质层吸收 就会涂进皮脂膜 专强结构的角质细胞 细胞间支质 以及基底层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途径 那就是毛毛 汗腺 这一系列的带孔的地方 都会有一定的药物渗透 而这个部分可以这么说 它吸收的快 释放 蒸发的也一样快 如果你是健康皮肤 应该这么做 在皮肤表面上 首先 会覆盖上一层皮肤质膜 这是人体自然分泌出来的油脂 是除了角质细胞间支质之外 对于护肤品阻力最大的一个部分 相信大部分妹子 不会傻到隔着皮脂膜去涂抹补水产品 等洗完领之后皮脂膜减少了 角质细胞更多的裸露在外面 水泵能很快补水进去 这个时候你要是不断拍打 首先手加快了空气流动的速度 临发速度也会加快 其次双手拍打可能会导致皮肤局部升温 皮肤带腺素率也会加快 毛孔也会张开得更大 虽然从毛孔 汗血走出去的水分量不多 但也很可观 在皮肤湿润的时候 不能保证很快盖住一层油脂在表皮上 可能角质层还没有完全被浸透的 水分就蒸发完了 夏天看不出来啥 冬天更邪乎 没有水作为介质 你还指望谁带着你的有效成分进角质层呢 不仅有效物质带不到角质层里面去 可能蒸发出去的水分会更多 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在用完化妆水 没有完全干透之前 赶紧把水分浸透的角质层盖好 延换水分蒸发的速度 延长水分留存时间 防止更多的水分蒸发 延长有效成分作用时间 如果上面这些你已经做到了 还是觉得皮肤不够水灵 可以尝试一些脂肪酸或者是脂肪 来提高护肤品的吸收效率 你可以购买护肤品里面带有 油酸 唇类 乙唇 乙丙唇 并二唇 并三唇 质二乙唇 丸类 沙丸 角质保湿剂 尿素 比如 伊丽莎白甲的精致胶囊 精华液奥尔宾 Eclopult细胞修复 精华液甲湿蓝带紧式抗皱 如测水达尔夫性人酸 温和 换肤精华液修律可维生素 B5保湿凝胶 都是汗有色和油皮 混油皮来增加角质细胞 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率的产品 如果你是干皮抿皮 如果你是屏障受损 干燥 等问题皮肤 你们的皮质膜本来就不完整 皮质丢失 角质细胞不规律不完整 角质细胞大多裸露在外 毛孔因为 长期水分流失 也不一定处于闭合状态 相对来说水分蒸发的速度就更快一点 皮肤很容易泛红过敏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干皮 敏感皮妹子 会有一种用天价护肤品 都还是干得不行完全没效果的原因 因为你的皮肤还没有等到能吸收 有效成分了 水分也就蒸发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立刻盖上一层厚厚的面霜 天价的护肤品可能就失去了原有的效力 然后干皮妹子 敏感肌妹子就会在无穷无尽的补水后立刻失水 可能失去的水分比人有的水分滑多 失水后不悠悠觉得有你的样子之间徘徊 但随着这些问题 你的皮肤老化速度也是最快的 解决方法大人建议 你们还是先用化妆棉浸温化妆水 也可以在化妆水里面加入一些精华 皮质膜 屏障不够 化妆棉来凑 近视的化妆棉浸透脚质层的时间具体 直接用手涂 相当于一层面膜 补水的同时也不至于让脚质层原有的水分蒸发 10-2分钟左右 不要用化妆棉擦拭 以免破坏皮质膜 在水分没有干透之前 赶紧涂上乳液面霜 保证脚质细胞整体湿润度 敏感性和肝皮美色是要注意 你们的皮肤对于美容药物的渗透 是会受到一定水油配比影响的 并不是药物分子越多 越大就越好 你们需要了解的内容是 药物分子越大 越难在皮肤内渗透 比如大分子透明之酸相对分子质量在30 00以上药物分子能吸收概率是以泡物线形式存在的 不是越浓越好 能吸收的水是有水油配比的 这个配比呈现泡物线增高下降趋势 混入油脂之外 你们还可以配合一些表皮生长因子 去调节皮肤组织细胞的营养水平 变相的实现促进物质转运 感性让新生的细胞迅速提到老化 没有活力的细胞 也能变相促进皮肤的对于有效成本的吸收 这里就需要引入一个新的名词 人寡胎一就是人体表皮生长因子 来自根把令纹紧纹抗皱精华美容高成业医生EGF精华 修护原液精华液都是海景人体表皮生长因子的护肤品 你们在湿肤的时候就可以压到湿肤水里面 或者是直接表皮涂抹了 不知道这种简单粗暴的文风 你们喜不喜欢 这回干皮油皮妹子 就都会用化妆水了 难道如此干货不值得点赞吗